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易的粗的麻花片 就可以輕鬆玩起來跟煮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分大概一半以上的髮量 大概剩下三分之一個頭髮在下面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在中間有一點不規則的分成兩束 我們可以把一邊先放起來 那我們把角度抬高一點 這樣會讓頭髮等一下邊編起來的時候會比較空鬆 就像簡單的麻花片一樣分成三束 然後開始做編 我們把髮尾全部都編完編到最後 我把蝦皮筋做結尾喔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時候啊,馬花便可能會看起來有點死板 可以把外面,像花瓣的東西,輕輕的往外 拉一點點,輕輕的拉就可以了 這樣會讓黃花便看起來比較鬆軟 會比較舒服 輕輕的拉,然後平均的,讓黃花便差不多的大小 好了之後,我們把比較有綁上鼻子的髮尾藏在裡面,做折的動作 我們現在來做,用頭髮做成方式 用夾子夾起來 另外一邊也吃 把包圍藏起來 會把包圍藏起來 最后的时候 我现在跳起来 让行星看起来可以 让行星看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